欢迎来到十六频道 今天来聊一下BBC刚播出的 针对贾尼事务所的纪录片 更准确的话应该是说针对喜爷的纪录片 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呢 看网络上面的评论 很意外原来有不少粉丝的并不知道 JJ跟文村的四年官司跟结果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 JJ半个世纪不能说的秘密 注意后面会有大量擦新相关的内容 无法理智讨论的人 陈真卓使用哦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贾尼事务所 是一家在1962年有喜多川 AKA喜爷 创立的日本偶像事务所 是一家有家族经营没有上司的公司 所以事务所的夜幕都是不透明的 现在日本当红的男偶像团体 绝大部分都是来自JJ 加上JJJ偶像是走传能路线 所以除了在舞台上跳唱以外呢 他们还会演戏 当节目主持 会动画配音等 基本上只要有楼翼日圈 就一定会认识至少一位JJJ艺艺人 而追加偶像培训呢 是有一套SOP的 大部分人呢 都是在国中甚至国少的时候 就加入追加 刚进市的时候还没出道 会被称之为JJJJ 类似韩国练习生的概念 还没出道的JJJ会接受各种训练课程 然后喜爷会定时在这当中选人出来组团 最后成功被青睐的 就可以CD出道 追加的对日本的影响力 已经不止限于娱乐圈 甚至呢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及经济 权力呢可以说是非常之强大 所以只要在上官行业工作的人呢 都不会有人敢得罪追加 所以即便在2002年的判决书中 法院裁定了喜多川新骚扰 其下未成年一人属实 也没有媒体敢报道这起案子 加上呢 当时日本对新骚扰上官的法律还没有完善 所以喜多川并没有被提告 之后日本媒体也一直保持着不成文规定 对喜爷做的一切噤声 直到现在喜爷已经去世快四年了 事件呢才再次被BBC提起 那BBC的纪录片到底讲了什么呢 BBC的记者成功采访到了文春的编辑 当年安指文春的编户律师 及四位前junior 1999年 文春报道了有关喜多川新骚扰 未成年少年的新闻 贾尼斯乌索勒列出了新闻 有十处报道布什及诽谤 把文春告上了法庭 最后呢法院裁定 十处报道中的只有一项是废事实 所以呢许认结果文春是败诉 但那是针对文春报道喜多川 为未成年少年提供预承的部分 对于针对喜多川新骚扰未成年少年的报道 喜多川自己在法院上的辩护回答是 无法肯定的说少年们提供了假的证词 所以最后法院裁定少年的证言属实 喜多川是法院认证的 曾经新骚扰是我所谓成年艺人 而由于当时呢 日本新骚扰的相关法律 只适用于当受害者是女性的时候 所以呢喜多川并没有因为新骚扰 而被任何人提告过 纪录片呢在这边有很让人赶上了一幕是 当在法庭上呢 律师问少年对喜多川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呢 少年的回答是 希望喜也可以长命百岁 文春当年在写报道的时候 访问了12位前Junior J家人口中的宿舍 其实就是喜业自己的家 当时呢Junior会被安排睡在同一个房间 所以当始终一位被新骚扰 同访的就会知道 而根据文春编辑所说 喜业会同时轮楼骚扰房间内的Junior 即便他们撞睡也躲不过去 有时候除了少年外 少年的家人呢也会被邀请过来一起过夜 但家人呢会被安排睡在另外一间房间 然后呢少年会在隔边的房间被骚扰 但报道出来后呢并没有引起任何的讨论 所以编辑表示 过去在23年都对事件感到很绝望 根据BBC采访大的四位前Junior所说 喜业在对他们做性骚扰前呢 会先对他们说辛苦了 然后叫他们去洗澡或是帮他们按摩 之后呢这是一步一步的试探到最后一步 如果明确表示不要的话 喜业是不会强迫做下去的 但对于只有十几岁还未成年 性质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 又有多少个人会敢去反抗一个有那么大权利的人呢 而且根据受访者的说法 有些被性骚扰的Junior甚至没有认知到自己被性骚扰 还会互相开玩笑的谈跟喜业的床室 其中一段BBC跟前Junior的采访 受访者表示喜业曾经想帮他按摩 但受访者当时是回答应该要有姿子来帮社长按摩才对 这时呢记者就很明确的对他指出 这算只是单纯的帮事务所社长按摩 那也已经是属于职场骚扰的行为 但受访者本身呢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之后意识到性骚扰这件事是错的 但他们却觉得那不是什么大问题 受访者还明确的表示自己很喜欢喜业 觉得喜业也很爱自家的艺人 是以为急得被欣赏被尊重的社长 BBC成功联络上的Junior呢 基本上都知道史多川有起诉的性骚扰之家艺人 但他们呢还是很尊重喜业 甚至呢还会羡慕那些得到喜业宠心的Junior BBC既也在这边整个价值观被冲击到 但考虑到日本的职场文化跟整体病态的社会 的确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他们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待遇 最后BBC也努力尝试沦落现在Junior的负责人 助力警指 有发过电邮 打过电话 试过靠关系去找人 甚至还跑到了事务所楼下赌人 但不意外的最后就是被冷处里打发掉 整个纪录片其实还停留在很表层的地方 因为整个娱乐圈甚至整个日本社会都有公式 在明面上不要去讨论这件事 所以到底有哪些是受害者 少年们实际上被做了些什么 这些问题呢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个谜 不过如果大家还是想要八卦的话 可以上网首JPD的 其中呢在贾尼同性爱者的一项 都强势记载了各种上官的传闻 但在这边强调 这些记载的都是传闻 当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请继承判断 作为一个十年以上的追加犯 只能说我很爱孩子们 但实在无法爱物及物的喜欢喜爷 即便孩子们每次提到喜多川 都是笑笑的及满念的感谢 的确没有喜爷就没有追加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必要把喜爷封神 放在别的社会他就是一个完全的犯罪者 不过现在喜爷也已经去世 讲再多呢也没用了 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对喜爷的传奇感到憧憬 也想要让法门可以从这件事上了解到 就像真的没有把自在旗下的艺人当人看 所以如果再遇到有孩子宣布退世的时候 就祝福他们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对BBC这些纪录片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分享讨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